两人照着这么做 果然就在去年 老来得子 生下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没想到周岁还没到 就出了这一档子邪事 叶少阳听完之后 看了张道长一眼说 正好三个 张道长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脸上有些发烫 缓缓点头 真相清楚了 那三个纠缠男孩的恶鬼 正是留死伏伏之前生的 那三个孩子死后的阴魂 也就是幼子小顺的哥哥和姐姐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 会有魂之羁绊的存在 至于那三个死孩子的魂魄 为什么没去阴私报道 而是留在人间 并且要附在弟弟的身上 虽然暂时弄不清楚 但也有急可寻 叶少阳想了一下说 你那三个死的孩子 都埋在了哪了 刘四说道 就在俺家老房子外面的石井里 叶少阳皱着眉说道 石井里 刘四用力点头说 是啊 俺们这的规矩 成年之前的孩子 如果造丧 不能进祖营的 也不能离坟头 只能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俺当时觉得省事 就去扔在了老房子的石井里 然后用土盖上了 叶少阳看着张道长一眼 张道长说 石井在哪 快带我们去 刘四急忙点头 又看了孩子一眼 想问问孩子怎么办 张道长也怕那三个恶鬼 起来伤害孩子 于是化了符水 为孩子喝了 然后让他们夫妻抱着孩子 跟他们一起过去 他毕竟也是个真人 夜上见他化符水 也没跟他争相 走到一脸呆滞的刘老汉面前 冲他笑了笑 我没骗你 才刚开始 刘老汉傻傻地看着他 刘老汉跟刘四夫妻一样 起初他捉鬼失败 加上张道长来的之后 说的那些话 让他们都觉得 叶少阳只是个 出出茅庐的小道士 因为自己莽撞 差一点害死了小顺 同时自己也差点送了命 刘老汉更是尴尬得不行了 后悔听信叶少阳的话 把他带过来 差点误了事 结果他后面那些分析 本以为张道长会嘲讽和反驳 没想到 张道长竟然相信了 并且配合他的所作所为 这个强烈的反转 不光是他们 连张道长的一杆弟子 也都有点转不过弯来 那几个之前嘲讽过叶少阳的 更是感觉自己脸皮火辣辣的疼 刘四在前面 带路 前往他家的老宅 叶少阳和张道长一起 并肩走过他身后 张道长心中 一直对叶少阳能够发现 魂之羁绊 耿耿于怀 终于忍不住问他 我说了我是天师 你又不信 叶少阳还是这句话回他 张道长还想说什么 前面 刘四已经来到了一间破旧的院子前面 停下了脚步 表示前面就是自己家的老宅了 叶少阳等人跟着走了进去 随着刘四穿过几乎坍塌的 只剩下四面墙的房屋 来到后院 叶少阳抬眼看去 后院长着两棵大槐树 知凡夜冒几乎盖住了半个院子 那口井就在这儿了 刘四来到两棵树的中间 踢着一口井的井沿说 叶少阳和张道长对视了一眼 心中都是倍感无奈 法书街有云 二怀娇生 二鬼把门 把自家亲人的尸骨埋在这种地方 真是 想不出怪事都难难 叶少阳走到了石井跟前 往下看去 井很深 下面一片漆黑 有没有手电呢 叶少阳问完了 半天没反应 抬头看去 大家都是一脸的茫然看着他 这才明白自己又说错话了 怂了怂间 摸出了一张灵符 灵空一倒 灵符一燃烧 丢弃了井里 灵符往下落了三四米深 熄灭在了泥土上 下面没水 叶少阳问道 这口井荒废了很多年了 早就没水了 所以我才会把死掉的孩子 埋在这下面 叶少阳缓缓地点头说 砸开 把尸体挖出来 刘四一听就懵了 转头朝张道长看去 张道长手脸胡须 谈也累下说道 嗯 砸开 他跟叶少阳想的是同一件事 那三个恶鬼 既然留在人间作祟 一定跟他们的尸体有关 更不要说 尸体都掩埋得这么诡异 肯定是要挖出来看看的 那井口太小 当初 刘四把尸体扔进井里 肯定不费什么事 但是现在想要再挖出尸体 就不那么容易了 张道长让刘四回家 去拿杨稿和铁仙过来 自己在井口四周 打下了四根铜钉 用红线在上面缠着 布置了一个七星法机 这样做 是为了将井口风印住 免得万一那三个恶鬼 就在下面 趁着他们挖井的时候 抱起伤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